字幕志愿者 三国中产党 今天我们继续讲楼市 我们上次讲了一点点 现在的送中条例或逃犯条例 令香港不稳定 于是楼价就会下跌 但为什么不下跌呢 在争论这件事 当然现在的逃犯条例暂缓收定 其实我身边感觉到市场立即好 为什么我立即觉得是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你居屋的抽签爆压 以前我印象中 通常爆压都是四五十倍 现在是爆成六十倍 接着我们讲说 虽然你说启德的楼标 但你会发觉 不会说我们现在看到 香港或其他黄金地段的 雙住楼宇有个减租的情况 再进一步是什么 周显之前写了一篇文 就是说说 邪伟传说 不如我们取消了脱名 来买房的措施 因为我们现在常常可以 脱了名字 我们把房子的业权 全部转给我们的家人 接着你隔了几年 你又可以申请手指 你会要堵塞这个漏洞 如果楼市PK 你就不需要堵塞这个漏洞 因为楼市就跌了 为什么为了这件事要争取这么久 就是因为楼市 大家都预期会继续升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拿出来说 其实我们香港 假设去到最坏 人们常常说建制派 梁美芬那些 现在卖了房子 香港楼市一定PK 实际上是否会是这样 如果从政治来说 之前我们都说过 政府将会是要PK 建制派 就是地产发展商 那些人是更有力的 所以基本上 它不会让楼价跌 它不会让楼价跌 因为它还有很多辣椒 那些可以撤销 很多法律可以用的 我不认为 就算现在有很多人移民 买楼 它都可以有办法抵消 它只要撤辣椒 或者在供应中做 都已经可以搞定 所以我不认为楼价会大跌 我看这个所谓 所谓选中条例好 或者逃犯条例好的影响 是挺影响到 有一段时间 不觉定性很多 但不觉定性的影响 就是人们欢慌 投地好 买卖楼宇好 所以它的成交跌 流标好 或者之前真好假好 撤订等其他原因 就先保持 但一到它的情况好一点 因为它的供应始终不够 始终不够地 除非你说大规模走资 或者大规模逃难 移民招 我现在就是想说这件事 我在我认识中的世界 是没有一个情况 是经济PK 而楼价不PK 有没有一个世界 或者一个例子 可以举到给我看 是呀 经济畢竟 很多人失业 但楼价型 会不会很高的呢 我未见过 有这样的情况 不一定很高 但美国发生过很多次 这就是股市下跌 但楼价没有特别 这个不是美国发生过 香港也发生过 股市下跌 譬如说是1973年 股市下跌 是时候楼价没有下跌 但我可以说 譬如你用失业率来计 你想想 香港失业率最高的时候 我印象中 我小时候的经历 就是沙士 沙士的楼价是不会高的 到楼市高的时候 失业率 这个就不是新股市下跌 你楼价就是会和失业率乘反比 你现在是不是同 如果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香港的经济 将会逐步比 不知什么大陆 不知什么差异 蚕蚕 破坏 接着是经济PK 但楼价仍然会高到瘋 大陆人和大陆是两回事 我们香港的经济PK 大陆人蚕蚕 楼价没有影响 如果香港的经济被大陆人蚕蚕 香港的经济被大陆人蚕蚕 香港的经济仍然会好 大家是否认同这件事 因为现在的问题 只有一两条路 香港玩完了 香港都说是移民 香港就是经济 我觉得不会很多人 因为香港没有民主移民 所有人移民 都是因为怕香港的经济 香港没有民主移民 一早已经移民 一早已经移民 现在的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觉得 香港的经济是会PK 那楼价也是会PK 现在的问题就是 现在我们永远都觉得楼价不会PK 至少客观上 你不要说其他东西 你居屋就是秋百六十倍 你现在的楼很明显 因为我们感觉到完全没有跌 你居住的那间屋 就是没有人会和你减租 即是告诉你 香港根本永远都是经济繁荣 五十年不变 其实可能没有错 香港的经济永远都五十年不变地繁荣 你觉得这个推论有没有 我仍然说到一个问题 你经济不变 你经济不被大陆取代 但就算我们经济被大陆取代 香港是不是代表没有反省 应该是这样 香港的底液已经很厚 所以你算经济取代 也有一样 但是相对来说 其实深圳在很多位置中 是取代不了香港 只不过香港 它已经有了它自己 已经坐大了 它的高科技也坐大了 而香港也是取代不了它 即是香港和深圳有一个互补座 香港和深圳有一个互补座 你怎样自由 因为中国是这么大的 其实中国是一个不停的城市化 其实它 中国它所有那些二三线的城市化 那些是一个地獄式的存在 所以其实那些经济一直在城市化 一直在城市化 无论如何作为中国的城市 大城市 那些大城市 是不会太差的 就算一个制造 就算什么状况之下 都不会太差 我觉得之前 刚才很多记者访问过我 就是说 逃犯条例 就是美国又说 是否再重新考虑 《关联法》 那些事情 会走资等等 我觉得现在看来的发展 其实北京都想 在香港 实际做的事情 都不想搞坏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如果是这个格局不变的话 那我又觉得 我又不觉得 那些楼会大 我认为香港澳门化 澳门化的意思是 你去澳门 我家姐她是住在澳门 她在澳门 你见到是两个世界 澳门人是一个世界 賭場 賭业的世界 那些赌业 那些外国人 那些香港那些 就是做达馬 其实大部分人 都不是澳门人 大陆人 大陆人 香港人 外国人 全部都住在一个地区 而澳门人 全部不用做 澳門人每個月領中湖,國家全看醫生,生虐死狀 香港人會有一個狀況,全部高檔大家不用做 然後大家就圈養,福利越來越多 因為其實很簡單,香港每年有七八千人 然後慢慢洗走你,然後中間,然後香港人會 如果一國一制之後,香港的GDP可能會升幾倍 但澳門人就是,為什麼GDP這麼高 我們的生活都好像沒有人一樣 我也想到的,一個比較差的結果 就是低階的服務員,全部香港人都做了 當然香港人都包括新移民 你要找些四、五萬的高中層的職位 就會越來越少 然後你們就做了一萬多兩萬元 但一個大前提就是,如果你說要很多福利 我現在最需要的都是房屋福利 如果你剛才這樣說,你說我們香港的樓價不會跌 或者我們政府不想樓價跌 其實我們現在做節目那個星期五 就說搞明日大嶼撥本,其實都是假的 你可不可以這樣說 明日大嶼我覺得是另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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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大嶼已經搞很久 明日大嶼已經搞很久 明日大嶼很害怕 明日大嶼很害怕 明日大嶼又想通過明日大嶼 明日大嶼又想通過明日大嶼 我認為香港人有口事心非 明日大嶼是一個新的 例如新德里或浩東 直接取代了中環 你們是地產商的錯名 如果純從佈局而言 將整個香港搬到大阪區 香港沒有規矩 我認為這個做法是最相似的 明日大嶼真是來建豪柴 全部到最後一間公屋都不建 我真的覺得香港人有口事心非 我問一下 這些不需要我們的聽眾直接回答 如果你去移民 你會賣到香港層樓 我想十個有九個都不肯會賣 以前那天賣過絕不夠好 現在經常說 我都是想拉前提到 因為經常人都說 我要將我的錢換成港元資產 我真的想問 平均這班所謂 要將港元變成美元資產的人 平均他的身家有多少 還有就是他將他身家的幾多分之 他可能全變 因為他可能整個身家只有幾十萬 他換完美金是沒有問題的 大前提就是 如果你有一千萬身家 你會不會 譬如我這樣有一層樓 我會不會加一層樓 然後將錢換成美元 又或者你會不會將幾百萬的股票 現金全部換成美元 你換美金資產 你應該是賣掉樓 然後去美國買樓 是的 但我們就是不會 我們其實香港人 一方面就是對香港很沒信心 但另一方面 我們對香港的樓市是充滿信心 這件事我才不明白 每個人都說香港玩完 為何會有六十倍的人抽居 其實有六十倍 就是幾十萬人 幾十萬人對香港的樓市是充滿信心 我們對香港沒有信心 但對樓市是充滿信心 所以我就不明白 為何我們會對香港的樓市很有信心 但會對香港沒有信心 我們對香港沒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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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它對於民主人權自由 是的 但問題就是 我們經常都會覺得 如果我們真的對這件事是沒有信心 一早就移民 大家都留在香港 因為我們對香港的經濟還有信心 原來我們所謂的沒有信心 其實實際上都是很有信心 因為如果你不是很有信心 你就不會仍然堅信 所以香港的樓市是永遠都不見 即是大家只是覺得那件事 即是這樣說 即是大家都覺得那件事 我們不可以香港 inhabitable 都是大眾賺到錢的 雖然居住 我知道居住他們在這裏生活 是否很痛苦 是 但我們也是要說回那件事 我們其實覺得那種所謂居住很痛苦 這件事 其實是否真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如果真是很重要的價值 我們都是移民 其實都解釋不到 我覺得 她的居住很痛苦 就是比10年前很痛苦 但是她是否移民 就是她沒有信心 她覺得對自己的賺錢能力 在華國很沒有信心 這個是哪一件事 兩害取其興的問題 是的 興就是自由民主人權 重就是賺錢 其實沒有變得 還有幾多百萬人出來遊行 其實這個想法是很重要的 你說出來那件事是對的 你說你寧願做一個有錢在香港 甚至在大陸的人 大陸有錢人 你寧願做一個外國的窮人 我想十個有九個都寧願在大陸做一個有錢人 當然要看看有錢到什麼地方 我只不過就是看這個樓市 我覺得香港為何這麼多人口是心非 而我說這些是否也是會被人罵 這個就是我最關心的地方 這個就是這裡 後退都被人罵很多